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董真心话 说政治 说门道 董志森为您说出新闻的真心话 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 欢迎小董真心话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由我在这边为大家说真心话 今天天氣不錯 大概到深夜以後天氣會變冷 會慢慢變冷 明天又是壞的天氣 所以這種天氣有時候很討厭 好兩天 壞三天 然後又下雨陣陣 秋風秋雨仇煞人 這是秋境要被砍頭的時候 然後留下的詩跡 這次撞懷幾個令人傾佩的革命志士 秋境 秋風秋雨仇煞人 每次我看到這些 英雄的詩 我都覺得非常的感佩 但是 你如果看到國內的政情 你會看這些人在幹什麼 你會覺得台灣社會有這種 完全沒有道理的嗎 有 很多 能夠只靠小董一個人講嗎 我講 當然有些用途 我們很多朋友也非常挺我 我的收聽力也很高 但是 台灣所有事情都政治化了以後 你變很多事情都不能解決了 你看柯文哲這兩天活回來了 因為馬英九當市長的財政局長李宿德被起訴 柯文哲就好像他是對的 我搞垮大雞蛋我是對的 哎呀活回來了對不對 那個嘴臉 然後我要跟顏雄重新談判 到底要解除或不解除 要把人家停建了兩年 到底到底要怎麼樣 要不要解凍都沒有答案 啊你就看那個嘴臉 我跑台北市 市長從洗水澤跑到現在 看到現在 老實講 沒有一個市長像柯文哲這麼無人的 什麼事情都沒做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就敲樓打鼓 贏了以後 哇 發現媒體去反應好 就自己的功勞 要是發現這個有問題了 都是馬航九跟好龍斌的錯 這他的整個原則嘛 你看四大印要辦之前天天批馬航九 哇 好龍斌爛攤子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柯文哲 我根本就不會辦 等辦發現成功了 哇天天歌功頌德 兩天前還跟賴清德 哇開記者會 所以我們拍了一部影片 這影片要在國家地理頻道要播出 哇怎麼樣怎麼樣 哇講到機動處就哽咽 而且發現有加分就是他的功勞 啊如果那個就是 哎呀這爛攤子 這種人的品格老實講 我也不了解台北有那麼多 腦袋瞎 腦殘的人要頂他 真是 當然啦因為科粉很多啊 都在網站上啊 這兩天PTT掛 全國最讓人瞧不起的垃圾網站 PTT 台大的BBS站 說最大 已經四天停了 那些人就一片哀嚎 哎呀日子怎麼夠啊崩潰啊怎麼樣 那當然啦很多垃圾會崩潰 我為什麼瞧不起那個這些網站 因為沒有是非啊 台灣什麼叫是非 李肅德為什麼被起訴 檢察官說 因為 他圖利了元雄 給元雄零錢力金 各位你知道高雄也有大雞蛋嗎 高雄的雞蛋喔 零錢力金之外 高雄市政府補貼15億 請檢察官去辦啊 小董在這邊控訴啊 國民黨不要每天 躺在那邊等著人家齁 來讓你執政啊 國民黨我最瞧不起的 就是一堆公職啊 黨部的人死不要臉病奄奄了 你去提告啊 今天蔡英文做的任何一件工程 你就去提告 國民黨不要死在那裡 這叫什麼在野黨 今天賴清德新的進度 柯文哲新的進度 不管他跟誰簽約 你就去提告 所有弊端 我們請檢察官去查啊 為什麼 因為廠商得標一定獲利嘛 廠商如果獲利 就是官員圖利嘛 這就是李速德被 被起訴的理由啊 李速德有收一毛錢嗎 檢察官有查到什麼嗎 你今天看到了 如果台北要做大雞蛋 然後又要讓遠雄無利可圖 一毛錢都不能賺 那幹嘛 我招標 就不要標了嘛 因為不會有廠商來啊 沒有錢賺有誰要做 啊有錢賺就是土力 各位 高雄雞蛋 高雄市政府補貼十五億耶 不但零錢一金耶 哪一邊比較優惠 去提告 我告訴你 國民黨不要讓 我們就來檢驗檢察官啊 檢察官是我素來瞧不起的一種行業啦 當然有些我也蠻佩服的 但是你看 多數的檢察官樂於當走狗 只要對付國民黨 對付馬英九 然後我們只要 去修理他們 用我們司法的權力 這些人都升官啊 你看台灣這些年來 不管民進黨執政或國民黨執政 都一樣 國民黨執政最大的問題 司法沒辦法改革 垃圾檢察官法官衝刺 不是啊 我剛講錯了 不是法官啊 是狗官啊 我們司法院多數都是狗官 狗官 有什麼認真的法官 法官那種判決已經匪夷手勢 超乎常情了 尤其碰到政治 那就明顯的親力 所以你已經看不下去了 可是他們這個族群 不管檢察官或法官 他們盤擊在這一塊他們最大 誰敢直至點點誰就妨害司法 誰就要干涉司法 前台灣誰都不能干涉司法官說司法 除了王金平跟柯建民除外 不是嗎 我們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啊 台灣社會毫無公道 都是這些高法律的人在那邊玩來玩去 所以你今天看到顧力雄在立法院 黃國昌在中研院法律系的法律所的研究員 在台大也在交法律 顧力雄大律師也是法律 黃國昌今天就執行顧力雄 前年2015年 那時候馬上就還當總統對不對 總統有沒有交辦 憶憤慶庫造船廠 的陳情書 顧力雄證實有 我們金管會有收到 當然顧力雄那時候還沒上任 可是顧力雄今天馬上說我有收到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叫套招 這些法律人的嘴臉就是這麼回事啊 那顧力雄 我問你 那前年 你有沒有收到 邱毅也記了一個陳情函 在你們金管會你有沒有收到 你回答我 欸我要回去查 欸你怎麼要回去查呢 黃國昌問你你罵 你馬上就知道 我小董問你你說我要回去查 我請教你啊 這不是套招好是什麼 各位 你瞭解小董 拆穿這些人的伎倆 本事就很高啊 對不對 我當場問你你一定都不知道 為什麼黃國昌問你你就知道 因為你們講好了 你們是要給記者拍嗎 你們要把親戶造船廠現在的問題 全部推給馬昂九 為什麼 因為整個民進黨動起來 在救黃國昌 黃國昌要被罷免 12月16號 各位朋友 一定要去投票 你沒有投票錢沒關係 你有親戚朋友在那個地方 當然 黃國昌 你只能顯妻的人 去投票罷免他 這種人 絕對應該罷免 所以你如果是這個顯妻的朋友 拜託號召 這顯妻有哪些呢 12月16號 一定要去投票罷免黃國昌 他是 細紙 金山 萬里 瑞芳 平溪 雙溪 共僚 各位 我再講一遍 細紙 金山 萬里 瑞芳 平溪 雙溪 共僚 新北市這七個顯妻 你有親友在那邊 拜託去投票 我們展現 我們看不起的立委 我們就請他走路 黃國昌 黃國昌 為什麼要執行這個 因為他們要把慶戶案 把它導向 慶戶 做類的一件 這個把它導向 然後黃國昌 現在就媒體裡面 揭蔽英雄 現在英雄怎麼能霸原他 整個行政院團隊 民進黨政府 全力在挺黃國昌 各位可以看到沒有 所以把對馬航九不利的資料 就給黃國昌 那對馬航九有利的資料 通通掩蓋 所以我們只出示不利的資料 讓你去打 這就是我們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司法 你知道嗎 各位你今天看到所有的 在媒體展現的東西 我不能講是假的 但是他只展現 對他們想表達的有利 這個就是厲害啊 對不對 今天小董在街上打 有個人在背後踹我一腳 然後我就摔倒 他又踹了二十腳 後來我站起來打他一個巴掌 我打他一巴掌 這個構成被錄影下來的 前面他踹我 二十腳通通沒有 然後小董打人 暴力可惡 你看 這名嘴當中 當眾竟然打一個人 各位你看到 我們民進黨現在在做的 就是這種事情 為什麼我講蔡英文是個垃圾總統 民進黨是個垃圾政黨 會加入民進黨的人 當然是不要臉 會到立營去喊台獨的 當然是老不休 或者一些老不要臉無恥的人 但是你今天可以看到 什麼叫操作 各位朋友這個就叫操作 我們全力來救黃國昌 所以我們讓他成為英雄 像邱毅一樣的街壁英雄 邱毅的資料有沒有政府 完全沒有 邱毅常到處去找資料還被騙 有人在美國打電話給他說 我現在有什麼阿扁的資料 邱毅好高興 先會多少錢 邱毅真的會了 沒有下文 那個錢數目還不少 各位 邱毅常常碰到詐騙集團 你以為他都神勇 但是我們的政府不但是詐騙集團 而且配合前台灣的詐騙集團 對不對 我們現在詐騙集團 從蔡英文政府上任以來 在各國被送到中國大陸有多少個 各位 小董那天很努力的去算 我那天晚上用一些時間去算 總共有425個人 在蔡英文當總統以後 又在海外有電信詐騙 被送回中國大陸 你有看到媒體大肆報導嗎 沒有 台灣的媒體親力親到不相話 對不對 各位小董講的東西 會是假嗎 我昨天講菜價 有人大肆報導嗎 我昨天大罵 所有媒體 早上一大早就在跑馬 說紐約曼哈頓有人 暴力攻擊 撞死8個人 十幾個受傷對不對 你看昨天報紙頭板頭 我中午講的 是晚報 晚報馬上頭板頭 因為我早就判斷了 美國人死了才是人嘛 別人不是人 就是啊 所以我說索瑪利亞死了快300個 各位你以為我講完300個 後面又有 你知道嗎 後面又有三十幾個被殺 被爆炸炸死 沒有人報導 誰理你啊 對不對 別的國家就不是人 只有歐美是人 今天上午 美國的 美國的歐歐嘛 大家知道這是全球最大超商了吧 最大的一個商場啊 有兩個人進去開槍 現在至少有兩個人死亡 有一個受傷 可能還有些沒統計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講的是到目前為止 兩個兇手開完槍就跑了 這是美國啊 各位我講現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是哪裡 我覺得是中國大陸啊 我覺得是中國大陸 台灣也未必安全啊對不對 台灣你要唱個歌 就有一些獨派的學生來砸 砸完了又指控你打人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叫做垃圾 什麼叫是非 我在唱歌好好的 是你來砸你站我的腸子 結果最後演變說 是黑道打人 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台灣有是非嗎 台灣只有獨派 只有利盈的人 有言論自由 可以為所欲為 然後所有媒體全部挺他們 台灣的媒體 是不要臉已經毀以首思 天下無敵了 你除非你聽小董的說真話嘛 對不對 小董真心話 我講的東西大家都可以拿來做對照 我講的東西過分嗎 美國18個人 投版頭 你去看週天的聯合環報 如果索瑪莉亞呢 我不是批評聯合環報 因為聯合環報總編輯是我徒弟啊 但是 我不是批評聯合環報 我說他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你今天看日報 日報照樣用來做投版 投版頭 對不對 一樣 我說的 他們的英雄首見類同 可是 人命是不一樣的 美國人的人命比較珍貴啊 歐洲人的人命比較珍貴啊 所以他們講的那一套 你在全世界上 哇好像就真的那一回事啊 搞台獨很好啊 加泰龍尼亞人 手腦 搞台獨的手腦現在在哪裡 在跑路 你應該出來英勇面對嘛 怎麼是這種咖呢 人家要通緝你 趕快跑 跑去比利時跑去哪裡 不要跑嘛 幹嘛跑 我去獨立願意被逮捕 這個才是建國英雄啊 反正逮捕 以歐洲的文明 老實講 關也關不了多久就出來了啦 對不對 因為這是政治意義嘛 結果呢 這種咖 跑掉了 各位 都神勇啊 啊你看各國 各國水挺他 水挺西班牙 加泰龍尼亞獨立 各國 告訴你 美國 歐洲這些都是維金子 你要聽小董節目你就知道 什麼叫維金子 他們在中國裡面到處搞分類 最好西藏獨立 最好新疆獨立 每天把你共產黨搞得 焦頭爛了 他們最高興 台灣要獨立 香港要獨立 都他們在支持你知道嗎 等到他們自己要獨立 蘇格蘭要獨立 英國人都不行 然後投票喔 還好沒夠 北愛爾蘭 對不對 有多少地方 歐洲有多少地方要獨立 都通通通不行 到別的人家 國家 家裡弄 到處鼓勵人家 拿錢給人家 他就行 你知道美國跟歐洲這些國家 是多麼的不要臉 不只是為善啦 這種人是噁心 不要臉到極點 所以台灣人不要 在台灣看到這些國家來的人 就哎呀 哇 就簡直要跪下去 垃圾嘛 我老實講 我沒有人種 或者種族 我的歧視啊 但是我看 台灣人那種慘媚的態度 我非常噁心啊 然後 再看他們對東南亞 你看東南亞那來 老闆性侵他 對不對 給他幾塊錢 今天的新聞啊 啊 對中國大陸 那更是 更殘忍 實用殘忍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整個社會上 其實台灣是整個社會都病了 才會有這樣的政府 你知道嗎 對中國大陸 陸配 過去要八年拿到身份證 人家一般外配三年就可以拿到 只有陸配 邱易營 邱易營昨天出書 今天聯合 聯合報還把他做很大 聯合電子大 我剛剛看了噁心啊 我三個禮拜 是不是講他出書 我說這種人 你看到邱易營 你想到什麼 他用腳去踢法務部長的門啊 講到陸配 邱易營講過什麼話 你知道嗎 邱易營的陸配喔 帶子女來 又嫁給我們一些台灣人喔 根本是偷油瓶 各位邱易營講的 怎麼沒有看到女性團體去包圍啊 台灣女性團體 百分之99.999 是民進黨的走狗 不要臉 我們台灣所謂的女性團體就是這樣 啊如果是馬行九呢 馬行九 哎呀 你怎麼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這些 所謂的婦女團體喔 不要臉到 當民進黨的走狗 還爽歪歪 你今天看到的台灣情況就是這樣啊 小董講新聞都是用比照的 用對照的 我講新聞公道 我當然很火辣 常常被告也沒關係 但是我告訴你 我講的東西百分之百 是對的啊 是真的啊 因為我講真心話 我不想假的 我一講假的 我就被告嘛 而且一定輸 一定輸啊 這些法官跟檢察官 多麼痛恨我 對不對 被我點名了至少三百個以上 被我罵王叉蛋 對不對 那更不計其數啊 罵無恥罵不要臉的 我都指名道姓喔 各位朋友 但是 我為什麼不怕 因為我講的東西是真的 請各位上網 但是喔 我有時候講這些很深層的悲哀 因為台灣人 台灣人自己是 看人看顏色 非常普遍 媒體跟法界當然是非常嚴重 可是你如果看 整個台灣社會 它其實瀰漫了這樣的氣氛 然後每個人不講話 菜價貴了 空心菜是蔡英文的綽號 我昨天講完節目 朋友告訴我 空心菜 長3.5倍空心菜啊 其他菜長更高啦 空心菜比較不容易壞 因為它就是梗嘛 硬材嘛 那空心菜都長3.5倍 你看其他怎麼辦 所以 你如果講這些喔 我老實講悲哀啊 因為 我們對政府不要求啊 為什麼不要求 因為它是民進黨的政府 它是綠色的政府 今天如果是馬政府 你要不要要求 要啊 今天 駐日代表謝堂廷到立法院報告 他的報告書上寫什麼 現在喔 日本 湖島周遭的縣市喔 被禁止 買賣的 就是不能運到他們國家的 現在喔 全世界只剩兩個地方 中國大陸跟台灣 人家其他國家都已經 同意了 只有我們不同意 這報告是什麼意思 你看了不勝吃驚 但是 民進黨 反正你要賣台 給日本 你執政的 沒什麼關係 台灣人民也同意嘛 因為這人民選出你嘛 那你將來要吃什麼 你要吃河島的食物嘛 對不對 你 當一個順民 就應該順從的吃啊 你要吃美國的豬肉嘛 你當一個順民 你就要順從的吃啊 這是自己的選擇你知道嗎 媒體會不會做 會不會大做 不會 我告訴你 不會 因為媒體會看 這條新聞出來 到底對民進黨 會不會不利 會不會殺傷馬行九 會 會殺傷馬行九 慶忽安 陳慶蘭即使民進黨的時候 全國每個人都知道 他是民進黨的大金主 然後現在出了皮肉 就是說他是馬行九 他馬行九的人 馬行九包庇他 叫義營給他貸款 所有東西都變成馬行九了 各位朋友 陳慶蘭寫信到總統府 總統府依照一般程序 這個來了是要講貸款 就發給行政院 行政院看要講金融了 對不對 希望銀行能夠貸款 能夠怎麼樣 就發給金管會 就是轉公文而已 都一樣 蔡英文有沒有收到清戶的 有 兩個禮拜前小董在節目上講 我講了其中的一封信啊 大家記得吧 兩個禮拜我說 清戶還寫信給蔡英文 說你政府再不紓困我 我就要宣布倒閉更慘 有沒有 各位可以回去聽 我忘了是禮拜幾 但是兩個禮拜前就是了 其實他總共寫過三封信給蔡英文 清戶寫過三封信給蔡英文 蔡英文都轉給行政院 行政院都轉給金管會 前面有沒有寫給馬行九 有馬行九照同樣的情況 轉給行政院 行政院轉給金管會 那民進黨拿馬行九拿一封信出來 哎呀你看就是這樣啊怎麼樣 那國防部也擔心說 我們做類類見的廠商倒閉 有開協調會啊 所以有開協調會就在幫他忙 那那怎麼樣不幫他忙嗎 各位 我是希望清戶的老闆 因為那時候檢察官給他交保 我覺得不妥 應該把他縮壓 他跟他兒子交保對不對 你應該把他縮壓 然後問他 公審最好最好直播 問看他說請問一下 陳清南先生親戶的大老闆 我請教你一下喔 你這些人也幫很多政治人物出錢 請問哪些人收購你的錢啊 我相信陳定南一定會講一句話 民進黨誰沒有收購我的錢 對不對 民進黨誰沒有收購我爸爸的錢 民進黨誰沒有收購陳清南的錢 出來講講看嘛 我不曉得有沒有 但是我希望檢察官問啊 然後現在清戶變成 變成個馬航九 是馬航九在幫他的 在協助他的 哇 為什麼要搞清戶案 各位 聽懂小董的主題吧 我繞了一大圈 搞清戶案是要救黃國昌 把資料給黃國昌讓他爆料 然後官員配合他執行 然後 因為人家要抱怨黃國昌 我們要把黃國昌塑造成英雄 那黃國昌你要感念 從七年二一號你們時代力量 當選以來你們跟我民進黨在搗蛋 但是最關鍵的時候我們救了你啊 我們中常會通過叫黨員絕對不准投票 我們在政治上 我們把所有資料給你 讓你去打馬航九 然後塑造你變成新的打馬英雄 然後這個事情 你被罷免沒有成功以後 你就要感念我們民進黨 以後要乖乖聽話 乖 國昌 乖 吃這個 等一下回來我們講其他相關的 然後回到小董真心話 其實我每天講的很多案例啊 或很多政府的施政啊 很多朋友都會上網去查 因為小董常常逼著我們的網友 不相信你去Google 你去咬喉 有些朋友 有些聽友 還真的回去查 當然查到了百分之百是真的 小董不講假的新聞啊 我不講假新聞 因為我講假新聞 我一定被告 死得很慘啊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事情 跟你我相關 我講菜架 講婚普尼的蛋 婚普尼的蛋 已經三波了 正如毫無對策 這一波蛋的前面是戴奧欣 戴奧欣但查了半天沒有下文 到現在已經八個月了 沒有下文 你知道這個正如在幹嘛 不知道 可是你有看到媒體大肆報導嗎 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媒體 很多都是民進黨在養的 民進黨 尤其很多地方政府 給你廣告 然後我辦活動 跟你媒體何辦 他們常常會這樣啊 但是媒體經營很困難 我也知道 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報導應該歸報導 這是必然的 沒有媒體不需要廣告的 但報導就要報導 那報導你就要專業 就要真實 真實是最重要嘛 民進黨有的 所以措施 地方政府有的措施 做得不錯 我都會公開讚美 對不對 譬如說行政院講 哎呀那個台中火力電廠 根本 造成了空腹 為乎其為 不到0.1 林佳龍馬上出來 都佔了快百分之十五 十四點多 百分之十五 是台中火力電廠 我們做的報告在這裡 我覺得林佳龍 林佳龍表現很好啊 我在節目上公開誇獎 不就是這樣嗎 小總是就事論事啊 那我們講這一東西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對照 尤其我講過的話 可能三個月 一年以後你又想到了 你都可以回去搜尋得到 在網路上講過的東西 在電台或電視上 講過的東西都跑不掉 現在是什麼時代 現在是一個科技3C的時代 所有東西要儲存很容易嘛 不佔空間嘛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你看到 我講一個新聞啊 台南市的環保局長叫林建山 林建山昨天在一個會議裡面講 人家講你們發展力人很好啊 那太陽人板現在沒辦法處理啊 這太陽人板也會壞掉啊 被颱風吹壞 太陽夠大也會曬壞啊 各位不相信你去看看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公館啊 公館有個自來水延期 夏天很多家長帶小朋友去玩 那邊都裝了 結果被颱風吹壞了 吹壞 馬上你的工人就受到質疑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在那邊講東講西 彰化憲政務衛冰谷上任以後 說我們先從學校做 所有學校用150手來做太陽人板 太陽人板做了以後 衛冰谷對外講 一年有1億的收入 賣給台電有1億的收入好不好 好啊 結果呢七年統計的 因為衛冰谷是大前年上任嘛 結果 七年統計的一整年收入多少 各位 請記住小董講的數字 我講數字一定要講很準 要不然我就被告 前年 150所學校的太陽人板 收了 631萬 他要收1億啊 實際收631萬 各位 我小董講新聞就是這樣啊 都有個位數你就知道是準的 我說 那些電信炸雞犯 在蔡英文當總統被送到中國大陸了 有425個 有個位數啊 對不對 有5啊 我講的東西都是很精準的 但是 你有看到林健三講什麼 林健三就我剛剛要講的 台南市的環保局長 他昨天在一個會議講 他昨天在一個會議講 我們這太陽人板 現在 當然現在的 到處弄 是為了 為了推動力人嘛 啊他造成了 廢物 或者垃圾 或者被風吹壞 現在 現在是沒辦法處理的 但他講什麼 十年後的科技喔 應該是有辦法處理 各位 我們現在喔 核電廠喔 核廢料是沒辦法處理的啦 那將來的科技是有辦法處理的 我今天如果講這樣 你會說我永和啊 啊如果是林健三 因為他是利的 他講這個 全台灣有沒有什麼反應 沒有 前天小董在節目上講 台灣省執行會的議長 鄭永金 原來新竹縣的縣長 過去吃國民黨奶水三十年 現在看民進黨做大了 靠去民進黨 當省執行會的議長 就是過去的省議會議長 兒子在民進黨裡面 中央黨部當一級主管 當主任 他現在要預算啊 到立法院 立法院問說你這有什麼功能 你省制議會 每年花兩億多 有什麼功能 喔 我有功能喔 我有功能喔 我什麼功能啊 他說我們現在省制議會喔 員工喔 也要辦公文啊 而且公文喔 辦完以後這些員工喔 我看他們喔 還要到員區裡面去撿樹枝啊 我鄭永金看了好不捨喔 各位這是民進黨你知道 你有看到媒體大桌嗎 省制議會 每年的預算 兩億四千萬 民進黨晃水說 哎呀 過去只要馬航九執政 一定大砍 一定天天罵 現在砍多少 兩億四千萬砍兩百零七萬 小總講數字都有個位數 就表示他的精準了 兩百零七萬啊 兩億四千萬 砍兩百零七萬 哎呀鄭永金講了好感人喔 省制議會 那些人每個月領八九萬 還去延期減數值 我看的都好不捨 如果是國民黨 你絕對大做 對不對 如果林建山說 我太陽能板沒辦法處理 十年後的科技應該可以處理 你一定大做 罵這是什麼人 沒有啊 台灣的媒體有告訴你什麼嗎 台灣媒體呈現的告訴你的 就是我們很親力 只要對民進黨不好的 我們就不報導 啊只要可以栽贓馬英九 好龍斌 無頓利的 我們絕對大肆報導 媒體這樣 檢察官法官也這樣 我們司法也這樣啊 攔頭的江青娘 對不對 那時候好像抓通緝要犯 各位你看到 你不相信你去 你去 縮行 警方攻堅的錄影帶 三十幾個警察進去 怎麼進去 衝破大門 然後還拿梯子從牆進去 他是江陽大道嗎 他的罪名是什麼 說他可能喔 跟草屯農會喔 用人頭去帶 那 那這個 一個這樣的人 要警察用梯子攀牆過去 然後攻堅把他大門創破 然後進去搜索 現在江青娘出來控告 檢警 夠當 有沒有夠當 當然百分之百夠當 但是會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因為這是檢察官指揮政辦 你去跟地檢署告 檢察官就包庇檢察官 我告訴你 江董啊 我雖然不認識你 沒看過你 但是你官司鐵定輸了 可是江青娘裡面有一個控訴 很有震撼性啊 我要發給員工的 現金幾百萬 通通不見了 誰拿走啊 今天警方上午出來說 我沒有啦 我們全程錄影 你A人家的錢 你自己會錄影嗎 各位 警察說我絕對沒有啦 檢察官指揮 檢察官指揮 人家控訴 你們這樣衝進來 我不是江洋要換 對不對 我沒有長槍長毒啊 我沒有殺人在逃逆啊 對不對 我沒有啊 你說我貸款 貸款 我這幾年貸了 我每一期的利息都有交 有擔保品啊 我為什麼不能貸款 每個銀行的錢都夠多 巴不得別人來貸 現在好不容易 草屯的有錢人 江青娘來跟草屯 融會 貸 每個照護利息 融會大家都笑咪咪 對不對 我們銀行 一堆錢夠剩 貸不出去啊 想貸給別人那些 沒有還款能力 我們不敢貸啊 現在全台灣的銀行都這樣 結果我們說江青娘 你憑什麼貸那麼多錢 我有擔保品 我帶這麼多年來 我有 我每一期的利息我都照繳 結果警察是什麼 破門而入 架梯子 因為我看到了影片 我覺得非常驚悚 為什麼 因為 抓江青娘 目標在吳敦義啊 對不對 你們籃頭的 籃頭就是我們民進黨拿不下來的 縣長林明貞 國民黨 兩席立委 哎呀 許司法 小董的好朋友 馬文金 哎呀小董 跟他也不錯 你看 這些人 是藍金都是壞人 我們民進黨拿不下來 來 我們就用司法 請檢察官出來告訴我們啊 你為什麼是用這種破門 還有爬人家的圍牆進去的 請告訴我啊 講不出來我告訴你 但是江青娘江董 我雖然沒看過你 你官司絕對說 檢察官是互相包庇的 你不知道嗎 你今天去籃頭地檢署告另外一個檢察官 受理的是他同事耶 各位 你要怎麼弄 江董江青娘我告訴你 你要打自訴案 這一方面小董是專家啊 你要打自訴案 然後你再到監察院 去告他 另外一個機構 你千萬不要去司法裡面 因為司法裡面他們是同期同學 或者學長學弟 我告訴你 現在台灣司法是立的 你已經被認定是藍的 官司你不會贏 等一下回來 我們講其他相關話題 換回到小董真心話 小董講真心話都是有評有跡啊 我兩個禮拜前就講 親戶寫信給蔡英文 而且說 你如果不協助我 我就要宣布倒閉 我現在做了國金六燒 的類的一件 第一燒的 最主要的在義大利做 薪水發不出來 我這邊協了一些技術 我就到台灣來做 這個就叫國建國造 你不協助我 我就要宣布倒閉 今天在立法院證實 證實什麼 親戶在馬航九時代就寫信 所以我們就要 就是馬航九在協助他 小董剛剛不是講了嗎 親戶也寫信給蔡英文 蔡英文都轉給行政院 行政院都轉給金管會 要幫忙他 日期我有啊 今年的五月十七 今年的七月六號 今年的九月三十 兩個禮拜前我講的 就是九月三十那封信 各位我們 我們講新聞都是要有根本 我日期都講出來你就知道 我不是說我多厲害 很多朋友都會協助 但是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打慶護案 因為要救黃國昌 把資料都給黃國昌 讓他來發揮 對不對 讓他來發揮啊 就怎麼回事 各位朋友 你看懂了嗎 所以我說 在台灣 很多新聞你都不知道 它背後有政治在操作 你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普通的新聞啊 它新聞 整個走向下來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掩蓋 民進黨的無人 為了打擊 已經下台 中央沒執政 各種地方幾乎也都沒執政的國民黨 那國民黨本來就病厭厭 死氣沉沉啊 如果我是國民黨主席後誰 我不是國民黨黨員啊 我就去提告啊 對不對 柯文哲跟人家簽約 哎呀這個國宅 社會住宅 我就去提告那個有弊端 柯文哲說我絕對沒有 你怎麼沒有 我就告你有啊 別人沒有了 你天天栽贓別人 我為什麼不能栽贓你 我就表明我是栽贓啊 啊你栽贓別人 你就表明說我不是栽贓 那大家來試試看啊 為什麼 因為你國宅給那家廠商做 廠商就獲利啊 那你就土利啊 今天檢察官起訴李宿德不就是這樣嗎 遠雄獲利30億 李宿德你就土利他30億啊 對不對 只要讓商人賺錢 就是官員土利啊 檢察官的邏輯 柯文哲他們邏輯都這樣 那我們來告啊 國民黨不要再死氣沉沉 讓檢察官做一點事情吧 從中央到地方通通去告 高雄雞蛋不但是零錢一斤 台北零錢一斤 檢察官認為有問題 高雄不但零錢一斤 而且高雄還補助15億給廠商 啊誰有問題啊 為什麼沒有人去辦 為什麼沒有人去告 大家講講看嘛 台灣的公道在哪裡 在於只要國民黨做任何東西 我都認為有問題 我就阻止你 阻止不了你 我就告你土利貪污 台灣社會這八年還是這樣 忙久就這樣夠的 但有沒有公道 各位 你如果在台灣 當公務人員 你千萬不要做事 每天做事等死最好 你做事 你只要不親立我就告你 我就收你土利 我真的是奉勸大家明哲保身啊 但是這個國家會不會進步 不會進步 不會進步我也沒辦法 因為你們都相信民進黨那一套 你們都相信親立的 百分之八九十的 親立的法官檢察官 你們都相信百分之八九十親立的媒體 這些媒體不報導真實啊 他有告訴你什麼真實嗎 對民進黨不利的 雞蛋 哎呀雞蛋有毒 哎呀我不能暴躁 對不對 有奮捕泥 戴耀心 已經八個月了 查不出真相 我不譴責民進黨 各位 你今天想夠好的生活 想讓子女夠更好的日子 你當然經濟你會經打細算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天氣明天要變不好 禮拜天夠了十二點以後 油價大概漲五毛錢 我告訴你啊 我先告訴你啊 我已經算夠了 油價大概 今天禮拜四嘛 這兩天趕快把油加滿了 禮拜天 夠了禮拜天中午 凌晨啊 五月啊 油價漲五毛錢 啊如果是馬上九咧 哇 油店雙漲 該死 民調剩百分之九 不知人間幾苦 蔡英文上任請各位告訴我 有哪一樣東西沒有漲 你店價沒有漲嗎 你店價跟人家買太陽能用電 你有沒有土力 店價台電賣給我們老百姓一度是兩塊一 憑什麼 憑什麼他用太陽能 你用五六塊跟他買 用紅綠化電 你用七八塊跟他買 憑什麼 這不是土力 什麼是土力 去告蔡英文啊 你們南寧在幹什麼 當然要去告蔡英文啊 去告賴清德啊 告經濟部長啊 這個當然是土力 怎麼不是土力呢 天下有這樣做生意的嗎 你賣給別人兩塊一 你用五六塊 七八塊去收購 是啊 全部在土力啊 哪一樣不土力 各位 你今天知道台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司法跟媒體 小董在 我在廣播已經講十年了 我做名嘴 二十二年 我做名嘴二十二年 可是我做廣播十年 我講的都是真的 因為我所講的東西都被錄下來 不管你是錄影錄音 因為現在是個三西的時代啊 可是各位朋友 你覺得台灣是公道嗎 我們台灣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發所有的心力來對抗中共 來清算國民黨 然後總統在海外玩來玩去 就這樣 然後每天自誇 對不對 我們請當地的台僑 因為我們僑委會會補助他 僑委會從來沒有編秘密預算 今年開始編了 編多少 一億三千萬 歷朝歷代沒有人編 僑委會 這錢去幹嘛 當然要給挺台獨的僑社 蔡英文來了 我們就想辦法 讓報紙去登 對不對 當地的報紙 即使他的飯 即使他只賣了兩百份 也是一份報紙啊 我們這個報紙 通通把它買下來交給哥 交給我們來採訪的記者 每個記者拿到你看 蔡總統照片這麼大 你看 當地媒體 頭滿頭大福報道 各位你今天看到台灣的電視台都在報這個吧 厲不厲害 一份報紙賣個幾百份 通通被我們買下來 然後給媒體 然後大家拍的 哇 蔡英文到這裡 陣容多大 你看當地的媒體 用最顯著的標題 然後怎麼標題 到夏威夷 就是說蔡英文 比川普先到夏威夷 好了不起喔 搶先美國總統 過去阿扁到海外去 路過美國 什麼都沒看到 飛機要停下來加油啊 我們台灣的媒體做一個標題啊 我不曉得各位還有沒有印象 我為了證明我沒有失智症啊 我告訴你 我們台灣的媒體說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陳水扁的坐機啊 既然跟美國總統的坐機是平行 美國總統那時候是柯林頓 各位不相信你回網路去找 坐機跟美國總統平行啊 表示我們跟他分庭抗禮 各位你知道 台灣的媒體已經被人家養到多弱智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你看新聞或聽新聞 你要聽小董這種行家 我告訴你 他新聞背後是在怎麼操作 操作到最後你就覺得 哇 蔡英文好偉大啊 那地方人家都多麼歡迎他啊 都了不起啊 蔡英文宣佈最重大的政策 我們太平洋六個小國 免簽 這六個國家有多少人 你聽了會笑死 他們有人力嗎 他們經濟有人力 他們飛機沒辦法直航台灣的 他要一直轉一直轉 真好笑的 真好笑的 我是小董 算掉 阿兰 哥 我們在這裡 餐廳 是的 跟他人家 成為大意